哈喽 屏幕前的宝宝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晶晶老师 今天呢 我们要来学习的是排队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说到处都需要排队 比如说你来看一下下面这幅图说 他们在干什么呢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你看这是一个医生 对吧 那么他们在排队去看病 是吧 这个是在排队接水 然后呢 这是大家在排队上地铁 天府广场 是吧 然后呢 这是大家列成了一个队列 对吧 要升档期 它的好处在哪里呢 当然你守了 秩序了 是吧 这样就不容易乱呗 先后顺序 谁是第一个 谁是第二个 就很不容易乱字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排队的好处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个排队问题呢 其实也是非常讲究顺序的 好 马上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一课会学到哪些内容 首先排队问题里面我们说会出现那种排成一行 或者是一列 也就是单条的那种排队问题 什么叫做排成对列的呢 就是它已经是有好几行或者有好几列了 以及还有排队问题中的一个技术问题 好 那么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1这道题目吧 说呢 有25个小朋友排成了一排 从左边数起小林是第12个 从右边数起小刚是第9个 说小林和小刚之间隔着几个小朋友呢 那么在这道题目里面它其实出现了几个词 老师要给大家先讲解清楚 我们说首先是那种带第几第几带第字的 我们把这种数呢有一个名字叫做叙述 它跟顺序有关 比如说我说我排下来我是第5个 表示我的前面登登登登 前面有4个到我我是第5个 也就是说跟顺序有关的这个数 我们用第几第几来表示对吧 我考了第一名 这个是不是就跟顺序有关呢 名次对吧 那么在顺序里边的话 第几第几的这个顺序里边的话 请大家注意 它应该是包括了自己的 比如说老师刚刚说到的 我说我是第5个 是不是到我为止 我正好是第5个 对吧 那如果说我的前面有5个呢 注意哦 有5个和第5个不一样 第5个应该是包括自己在内 那么有5个呢 就应该是在我前面 不包括我在内的话 已经有5个了 那连上我 我是不是应该是第6个了 就总共有6个了 所以第几个和有几个 你要进行区分 第5第5应该是跟顺序有关的 我们说应该是叙述里面是包括自己的 叙述里面包括自己 还有一个问题 叫做小林和小刚之间 请注意啊 我们说从小林到小刚 是包括这两人的 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 是不是两人都要算 那如果是在小林和小刚之间呢 他们俩之间是不不用算他们俩呀 这些关系都是我们需要给搞明白的 好那如果你已经搞明白的话 我们说这就是一个排队问题 排队问题 我们说经常会出现 要你去画图的情况 题目你要直接列出算式来 那当然最好了 你要列不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去画图啊 我们说可以画图来找找线索 怎么画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看有25小朋友排成一行 那么在这里面 因为人数太多了 所以我就没有把它全部都画出来 用一个圆圈来表示一个小朋友 其中从左算起小林是第12个 就从这过来小林他是第12个 也就是说到他为止 这里面总共有12人了吧 对不对 我们就看一下 总共是25人标好 从这边第一个到小林为止 这有12人 然后说从右边算起 小刚是第9个 从右边算起 就从这算起 这是小刚嘛 对吧 我们说特殊的那个 你可以把名字写上去 小刚是第9个 也就是到他为止 你看这波就应该有9个人 问题是什么 那是他们俩之间隔了几个人 隔了几个人 是不是应该是 把他们俩给撇出去 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应该是 我们要求的呀 对吧 要求这边有几人 那么这个东西怎么去求呢 哎 其实我们说你画数图来 以后就非常简单了 是不是分段 就行了呀 从25里边减去左边的12个 再减去右边的这9个 就是我们中间 一共有多少人了 所以他们之间就是 25减去这个12 再减去这边的9就行了 那么我们在算的时候 有两种算法 第一个一次减 25减去12等于13 13减去9的话 应该等于是4个小朋友 或者你还可以怎么去列市呢 我们说你可以把要减掉的部分加起来 一口气减掉 反正左边的12人和右边的9人都要减嘛 对不对 那我就把它先加起来 加起来是21 从我25里面减去这个21 是不是还剩下4个小朋友 对不对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总之我们用到就是画图 然后去进行一个分段计算 宝宝们这条题目你听会了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们是排队问题 我们就是经常是要根据条件去画出示意图 再来进行分析的 所以画图的方法大家要掌握起来 这条题目它是把图告诉我们了 那么我们自己画图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呢 把顺序左右对吧 两个位置给它定下来 然后呢中间可以拿小圈圈来表示 不用全画完呢 你可以拿这个省略号去表示 不要说我把它全画出来 那要是有特别多有2000多个 你怎么办呀 你也不可能一个一个画呀 是吧 所以我们说用省略号表示 然后有名字的特殊的小朋友呢 你就给他把名字标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再把有几个 第几个标在图上 说白了就是所有能标的 都要标到图上去哦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举一凡三 说有20个小朋友呢 他排成了一排 然后从左边数起 小华是第11个 我们说第11个就是包括他在内 左边到他一共有11人了 然后呢从右边数起小飞是第16个 表示是从右边那个人到小飞为止 总共有16人 那么其实读完这道题目以后 宝贝们你们有发现吗 他们俩之间不是一个站过来 站过来中间隔着一段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应该是有一个交叉了 有重叠的一个状态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这样从左边过来的11个 从右边过去的16个 把他们俩加在一起 11个人16个人合在一起已经有多少了 有27了 是不是超过我的总数20人了呀 所以我就知道啊 一定是他们俩是这个一个状态 是不是应该有重叠的 那么该怎么去做呢 他问的还是我们这两人之间有多少个小朋友 是不是还是可以通过画图的方法 画图分析 然后注意小华和小飞的一个位置关系 怎么来画呢 我们这要请你们自己来动手画看好不好 他说到是左和右 那我们就先标上左 标上右 然后说从左数起 小华是第11个 得得得得得 16号啊 就说到这边了 他们一定是已经交叉了的 小华是第11个 我这样子过来 我标上啊 第11 然后呢 从右边过去 小飞是第16个 小飞号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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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小飞 小飞 这是第16个 然后总数是多少呢 总数他告诉我有20个 就从头到尾一共有20人 问的是他俩之间 就是这一段 有多少人 对吧 那么该怎么去进行一个计算呢 我们说还是用分段的这个方法 你看把这一段给算出来 把这段给算出来 然后一减就行了 是吧 怎么来减 先比如说看小华吧 小华是从左往右过来的 小华从左往右过来的话 那么他说到他是11人 那么总共20人里面 刨去他左边的这边的11人 这一波是不是就能算出来是几人 我们来列试 20减去这个11 就应该有9人 这一波就应该是有9个人 好 然后呢 小飞呢 小飞是从右往左到他是16 到他是16的话 说明这一大段 是不是也是16 那左边的这边有多少呢 是不是就从20里面减去这个16 左边是不是就应该有4人 好了那现在我们来可以来求一下 两人之间有多少人呢 有个人老师那跟上一题不就一样了吗 从20里面减去这个4个人 再减去这边的9个人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答案呢 请大家注意啊 你的4个人是把这边的给减掉了 你的9人是把这边的给减掉了 中间是不是还有这两人 也是要减掉的呀 因为我要算是小华和小飞之间 这两人是不是也不能算 所以减完了左边一段 右边一段以后 你还要再把小飞和小华 这两个人你也得把它给减掉 对吧 这样做才对 所以这是一个容易出错的点 宝宝宝宝要仔细哦 好那么我们来算算看等于多少呢 减4减9又减2 我们说是不是就应该是5人呢 在他们俩之间一共有5人 我们用到的还是一个画图 然后分段的方法 跟第一题有点像 区别就是他们俩是一个交叉的 这么一个状态 是不是 你的图能够画得清楚 话题目也就做出来了 嗯 好那么这是一个举一反三 我们说完了以后继续往下看 第2这道题目 说呢有12个小朋友排成了一排 从左面属小军排在第4个 还是第几第几 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对吧 小乐呢是排在小军右边第5个 注意哦 他不是从右排过来第5个 而是小乐排在小军的右面 就小军完了以后 后面登登登登登 第5个 就是我们小乐了 那么问的是 从右往左属小乐排在第几个呢 那这题的话 我们说依然可以去干嘛呀 画图搞定 对不对 先来确定一下小军和小乐的位置 我先画一个草图 然后给大家再画一个完整的图啊 从左边属起 左边 小军呢是排在第4个的 1 2 3 4 第4个这个就应该是小军对吧 小乐排在他后面第5个 第1 第2 第3 第4 第5就应该是小乐了 其实大概是这么一个图 后面就应该是有人了对吧 问的是什么呢 是从右往左边属过来小乐排在第几 怎么来做这个题目呢 其实这个题目换那么多的图 因为总共12个 咱们最近全球打完都已经快出来了 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就是这边的这么一个图 小军是第4个嘛 第4个也就到他为止 这就应该有4个人了 小乐在他后面第5个呢 登登登登登登 这一波是不是就应该是有5个人了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是反过来小乐是第几 是不是就是后面的这个人数 再加上他就行了 这道题目他是帮我们 我们画这个时候 已经把它给画出来 因为总共12个人嘛 也比较好画 如果我们自己来列市的话 应该怎么算呢 是不是因为是后面的人数 求第几是吧 算上自己 再加1就行了 也就是说我们说这是4个人啊 大家看一下这是4个人 然后呢中间的那波这是5个人 要求小乐是第几个 是不是就是求这边 包括他自己在内 请大家注意哦 这里面要把它给加上去 就小乐后面的人数 再加1是不是才是小乐第几 对吧 那么怎么来列市呢 假设你不知道后面是三个人 你怎么办呢 从总数12里面减去一个4 把这四个人卷掉 再减掉一个5 把前面的都减掉 都减掉以后不就是后面 还有几个人 12减去这个9嘛 还剩三个人 你想你的后面有三个人 那排到你 你是第几个 123数完到你 你是不是就第四了 所以再加上一个1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这个是第四个 前面写个D字吧 我们说小乐应该是排在第四个才对 是不是 你看题目也就做出来了 所以画图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来看一下 关于排队问题画图的时候 我们都具体需要注意哪些东西 首先要找到关键人物的位置 谁是关键人物呢 有名字的就是关键人物 对不对 然后找到它的位置 再去标出已知数 第几个有几个共几个 把这些能标的东西都标上去 那么最后去根据这个数量关系 找到数量关系 你再去劣势计算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说在排队问题里面 画图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那么说完这个题 我们再来看一个举一反三 说有一群小动物呢 排成了一排 不是排一排啊 我们说的一个断句 应该是排成了一排 这么一个意思 说从左往右数呢 第四个是小兔子 然后呢 从右往左数第三只是小鹿 说小鹿排在小兔右面第三只 就许小动物共几只 怎么办 我们说 没别的 画图呗 是不是 我们说总数应该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谁的左边 谁的右边 谁的中间这样子 对吧 我们就可以来通过画图搞定 我们来画画看 排成了一排 从左往右数第四只是小兔 一二三四 这就小兔 表示这一波就已经有四只了吧 对吧 然后从右往左数第三只是小鹿 以及小鹿排在小兔右面第三只 右面第三只是小鹿 一二三 这个是不是就应该是小鹿了 是吧 从右往左数第三只是小鹿 一二第一第二第三 是不是这个就是小鹿 那么也就是这里面我们怎么去分段呢 比如说你是分成了这样子的话 那么这边有三只 这边就有两只 我们拿这些数字来列的话 该怎么列呢 左边四只就肯定是了 对吧 然后说呢 从右往左第三只是小鹿 你这里面小鹿是不是就已经 三只里面已经算过一次小鹿了 然后呢 说从右往左 就是从那小兔旁边过来 第三个也是小鹿 小鹿是不是又被算了一遍 三个里面又算了一次小鹿 那我们的小鹿总共算了几次来着 是不是总共算了两次 多算了一次 你得把它给干嘛呀 是不是给减掉 这样的话 那就是四加三加三 减一等于几 这是十 十减一等于是九只 对不对 或者我们说你也可以画完图以后 像这样子来把它给分一分 那四三二加起来等于是九 也是OK的 是不是 宝宝们你们掌握了吗 反正就是只要能把图画清楚 画对了 所以这些题目都是非常轻松容易的 是吗 这样子放了 对吗 对吧 这样子后